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小姐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家少爷马上就到 你怎么跑酷房来了 害得我好找 小姐 莫不是又在想装梁少爷了吧 我早知道他不是好人 说了带你去北京 领了把你一个人丢在车 你怎么来了 你人消失得那么久 害你回来了 你不许见 你不许见 你干吗 干吗 你不许见 我叫人去了 我不该在车站丢下你一个人跑的 我有点怕 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 这几个月 我想明白了 我不怕了 我要带你走 我要带你走 带你离开这儿 不必了 如意 我发誓 这回我不会丢下你的 我带你去北京 真的 北京 你跟我说过 北京的女学生 下身穿着黑衣裙 上身短短的 腰身紧紧的 抱着书走在宫墙下面 那墙 是红色的 又高又直 又高又直 两边都是一行一行的垂柳 飘飘伏伏 你还跟我说过 北京的天特别的蓝 在京城的角楼 是金色的 白色的风筝 飞在了天上 你记得 我说过的 你都记得 记得又怎样了 白色风筝 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看不见了 也就忘记了 你没忘 你忘不了 我在这儿 遇见的你 在这儿 教你学会的骑车 我在这儿 亲的你 我 可以亲你吗 你爱他吗 你爱过他吗 你爱过他吗 你个在上海 为你跳楼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 你去了上海 你都知道 你怎么会去上海 中药吗 那个要带我去北京的中粮 是个靠骗女人 钞票过活的拆白党 我想替那个女人问你一句 你爱过我吗 你爱过他吗 我想替我自己问你一句 你爱过我吗 你怕 你回答不了 行不死 就没有办法干这个行当的 我可以爱上一个 拆白党的中粮 但我接受不了一个 你的心死了的重要 你的心废了 不会爱了 我 我 爱你啊 看 他 太迟了 要带我去北京的中粮 已经死了 我爱你啊 你 你 我不爱你了 我要去做新娘子 我从小就想当新娘子 我等啊 等啊 我怕呢 我怕呢 我终于等到 我那次要是带你走 你可能就会跟那个女人一样 好 停 男生演戏没咋念 你觉得很投入 让我们有请两位演员 我给大家介绍本段演出的助演老师 尹子维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尹子维 谢谢 那这条谢谢你 也谢谢各位导演的人 期待着下一次与你再见面 谢谢 舞台留给黄毅 现在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 两代的小燕子都在 你们两个现实生活当中认识吗 认识 认识 也有交集 她来参加这个节目 还真求了我同意 对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其实是有压力的 各种包袱 什么年纪 就是以前也哄过之类的 然后我就想 赵薇是导师 我怎么面对他 所以我问问他 确实他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他说 你就当回学校拍小品吧 就这一句话 让我好像觉得 这也没什么可有压力的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看得那么重呢 黄毅的表演风格 是比较自然的 跟助演的老师 有点两种表演风格 打架子很厉害 我觉得他的演技 已经足够成熟了 他并不追求 他的表面上 做出多么夸张的表情 多么痛苦的样子 但你感觉到 他心里淡淡的哀伤跟绝望 也是无望的释然吧 我觉得黄毅做挺好的 谢谢赵薇导演 郭静明导演 我觉得不太OK 这个表演 看完了整顿表演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想干嘛 就是包括黄毅老师 也是整个戏剧的情绪的处理 是基本上在一条线上的 从开始到最后 一直是在一个状态 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电影里面 有起程转合 可能中间的某一段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演的 但是当他作为一个 相对完整的作品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我情绪是持续这样的 我会问为什么 我是觉得郭导他有可能没有看 没有特别地去了解风月 我觉得这个戏 它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尾 所以他的情绪 就应该是在一个状态里边的 这样的篇幅要有起伏 对 不太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赵薇导演 刚刚提到的那个 因为他说的比较婉转 我觉得是两个表演体系 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商量好 因为你们在排戏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互相有讨论了 我们应该这个基调是什么 不可能一个演员 我不管你怎么演 我都是这样的 不管观众是不是因为那个 麦的声音笑场了 但是一个表演里面出现笑场 而且不止一次 这个表演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你们是应该思考的 这个是在哪里笑场啊